高爺和度高 住在沉山來的高爺爸爸和高爺媽媽 是一堆就打拼做事的女兒母 無論在頭是娃娘嫌 她也是每天從頭早做到頭暗 打拼走找的東西 好好帶著回去 其實她們這樣做 都是為了準備買到過算小的冬天 因為在那個時候 根本就不可能找到這些東西 要怎麼 要這些東西再省一半而已 要不然到冬天要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認真打拼 應該可以省很多這些東西 你說的有道理 我們這個認真打拼就一定做得到 好啊 我來給小孩餵你啊 好啊 媽媽 媽媽 乖兒子 你抱著腰子好 媽媽來給你餵你啊 對高爺爸爸和高爺媽媽說起來 這是一天最快樂的時鐘 這音樂聽起來很快樂耶 不知道什麼聲音樂耶 哦 原來是度高啊 它看起來真是很高興耶 欸 高爺您好 蛤 我看你們每天都在做事 你們這麼高興是不是很快樂耶 我們一點也沒快樂 我們是在為了冬天做準備啦 冬天 冬天什麼時候 那現在是我們重重家族最愛的夏天啊 你看 天氣這麼好 那邊還有柴子的花粉 可是如果不好啊 享受一下 這樣不是很沒差的 不過 冬天就沒有東西吃了耶 是啊 所以就要探現在去找一些吃的東西 唉 無論是在緊張什麼啦 冬天是享受的時候啊 如果到冬天的時候 我們才來想辦法就好啊 這樣不這麼簡單 我們要探這尊趴廟做事 等到冬天在家裡 才能夠輕鬆快樂的生活 哦 這樣喔 好啦 回到您家裡就好啦 我先來騎啊 哼 我告訴你 高爺爸爸和高爺媽媽 是連叫人唱功 他也不會跟人家講 也是一樣 你也要做 沒也要做 秋天過了 冬天來了 高爺爸爸和高爺媽媽 帶到一間重家的東西 把整個村口放到彎彎 唉唷 會得有夠疼啊 有啊 漏小了耶 秋風漏小的冬天日子 就要開始了 我看 我們今年可以過一個好年度啊 嗯 這都是因為夏天的時候 我們很認真打拚做事的關係 對啊 那時候真是很辛苦耶 不過現在感覺很輕鬆 對啊 現在誰會來啊 是我啦 膽膏啦 拜託你先開問一下好不好 欸 你不是夏天的時候 我們剛才的那些膽膏嗎 拜託你啦 什麼東西給我吃好不好 不過你在夏天的時候 不是說你有辦法 唉唷 天氣變成這麼晚 我都找不到東西吃 你敢是連秋天都一直在學習嗎 對啊 那你也沒去找一些東西吃嗎 不好意思啦 夏天的時候 只會有香燙 唉唷 我叫我夭壽了啦 拜託你給我叫一個好不好啦 是 郊姊爸爸跟菊姊媽媽 跟一些吃的食物 分給考慮的嘴倾 但是只有扣兒這些 豆皮剩咗 冰糖沒太可能 豆皮拿去過這個冬天 夏天的時候 豆皮好像知道是聰明過的 都怪温暖的当天 只要闭上眼睛 就进入欢乐梦境 一个似远又似近的梦幻世界 想必你也想跟我一起去吧 去寻找梦幻乐园 啦啦亲爱的妈妈 再对我说一个神奇的故事 一起出发去寻找那梦幻乐园 啦啦亲爱的妈妈 再对我说一个神奇的故事 带我到那最美丽梦幻的乐园